欢迎回到中间晚间新闻的现场 我们有句话叫闭门造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台中有一位这个跑车迷呢 他想要拥有一辆跑车 最后他决定自己来 可能吗 他找来脚缸方向盘还有引擎 从一颗螺丝钉开始 整个过程耗时三个月 斥资近百万 他做出来的这辆跑车 只能够说是让人惊艳 开门建居考骑访门 一开这场迷你版的新车发表会 正式开始 车主信心满满就坐在橘色小跑车上 和车友开心亮相 哇 要下车也了 要先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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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车 橘色跑车一出让二十多名车友 两眼紧盯 惊呼天哪 太神奇了 打造这台车的车主摇身一变 成了展场上的show man 找零件很辛苦 没有错 光一个方向机 你要找什么方向机 我不要 我就设定 我不要有动力方向盘的 小跑车颜色吸睛 让人为之惊艳 还原车辆来看看原始面貌 车底骨架用脚缸焊接打造 内部引擎置入霹雳码 驾驶座找来 载车用了方向盘紧握 持成快感 采用和洗衣剂类似的材质外 可再加上烤漆 一整台车的零件 全部MIT台湾制造 它拉上来的那个位置 它那些要行程 涨量一下 当涨量好了 它做了 这样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再请阿兴帮我做后面这一段 跑车名打造新车 从一颗螺丝钉展开 圆梦之旅 关上了烤漆房门打造 耗时三个月砸下近百万 全部纯手工 过程还真的挺像 另类版的闭门造剧 中庆新闻城 广瑞张俊仲朗 朱显明台中台访报道